第28題,第28題到32題是題組 下表示500毫升鹽酸與20公克碳酸鈣混合反應 產生二氧化碳的實驗 請根據下文回答28到32題 第28題是問 欲比較鹽酸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應該取哪兩組實驗做比較 這個是所謂的控制邊因法 控制邊因法想要了解鹽酸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就是要改變鹽酸濃度 而其他因素都要保持不變 比如說這邊有個溫度 那溫度就要大家都要一樣 都是25度C 那還有個碳酸鈣的外觀 那麼我們要嘛就都是粉末狀 要嘛都是顆粒狀 所以我們就發現 甲跟乙這個數據 或者是丙跟丁這個數據 都可以來幫助我們理解鹽酸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而我們的選項中只有甲跟乙並沒有丙跟丁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 應該取哪兩組實驗做比較 我們答案選的是A甲乙 我們就先說吧 我們就先說吧